Hello 大家好 有好多网友看了我的视频 也想回去搞养殖 痒痒问我痒痒怎么样 其实我才干了有两个多月的时间 经验也不是特别的丰富 也说不出来一些好的建议 那平时我就跟周边邻居 痒痒的大哥 还有一些同行 聊天的时候 也会帮助大家问一下这个问题 具体我说的不太好 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 这个羊肉的价格是非常好的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我养少 羊的特别少 那吃羊肉的多 所以就会有供不应求的这种现象 还有一种情况对这个疫情 然后大家对进口的这些肉 还是有前年提出的 所以都喜欢 就在我们国内这种现养 现宰 现杀的这种新鲜的肉 所以这个量还是 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 那应该是还有一个问题 以前这个猪肉是比较便宜的 但是在2019年的时候 你看这个猪肉 风一样的 这个价格就涨上去了 跟羊肉差不多 那老百姓其实也不是说不爱吃羊肉 那肯定是以前猪肉便宜 大家都吃猪肉 2019年的时候 这个猪肉和羊肉的价格 错不了多少 那就吃羊肉吧 反正羊肉也挺好吃的 像我们家就是一个例子 在以前去做烧烤的时候 就会用一些猪肉用一些羊肉 我看一块都这样掺着吃了 那现在就不一样了 现在这个价格 错不了多少钱 我们现在都吃的是羊肉 以后估计也不会再这样就掺着吃 因为干啥不缺啥 我们现在是养羊的 肯定也就不缺羊肉了 不好意思啊 卖羊肉的大叔也说了 就是听说我们现在养羊 告诉我现在进入这个行业 也算是一个好的时机 我也不知道大叔说的对不对 既然已经选择了就这样 先赶着看 我对咱们养羊的这个行业 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如果还有想回乡创业养羊的 青年朋友们或者是叔叔阿姨们 大家一起加油 不过要注意的是 虽然这个行情比较好 但是也不要光看眼前的利益 因为之前羊肉价格低的时候 一只羊也就是三四百块钱 就是小羊包 那现在一只小羊就是八百到一千 它的价格也在涨 所以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去投入 因为投入的你不仅仅是羊肉 还有这些场地费啊 这建设费 这都是要算进去的 所以投资区谨慎 大家投资有风 投资有风险 不对 创业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还有哪些需要补充的 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给我留言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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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